刚刚讲到的这个部分 特别注意这个公式部分 我有把它放在云端白板 拟开比对一下 最后得到的结果 假设跟我公式不太一样 可能要检查一下 因为如果你的ID 假设有一个地方不对 你后面查一定查不到 所以记得两边一定要Match 否则如果没有Match 那后面基本上就 就等于是白做 那再来呢 它给我们很多的范围资料 比如说这个ID 它的后面总共有五个问题 我们要分别把它找出来 那找的话当然 我们还是 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主要是建了一个ID 那有点像资料库一样 Viru函数它基本上就可以帮我们做查询 那不过特别注意 Viru函数有个缺点 就是它查一定是查 要不就是查完全一样 要不找接近的啦 那其实查的方式 当然弹性其实没有很大 不过如果你将来要做出 所谓的模糊查询 那可能还是可以 可能还是要用VBA来做一些 比如说配合筛选的功能 像资料里面有筛选 那当然你可以再做所谓的 关键字查询 不过如果用Viru函数 以这一题来看 基本上主要还是利用Viru函数 来做查询 那你会发现呢 它查的话我们把它切到 所以待会请各位 把这个做完之后切到 第二个工作表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呢它查询的话 它也是把什么呢 Booking ID放在第一个栏位 好让我们做查询 那查的话怎么查 首先第一个 这个ID 我如果想要知道 后面总共五个问题的答案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查 当然呢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实有个总表 这个总表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看一下 这个总表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总表 它已经也帮我们定义好一个名称 叫Booking 那这个Booking的话 实际上指的就是 哪个范围呢 基本上我们把它点下面 这个参照到 它基本上就帮我们参照到 从A1 一直到I的最下面列 225 OK也就是这个范围 那将来 当然我们如果要 要拿这个 来当查询的 一个 表格的话 那其实也是要按F3 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 Name Name怎么查 Name的话根据 那个题目的要求 就是说 可以把FirstName 跟Sername 都带过来 但是中间要加个空白 它的前面跟它的后面 的这个名字中间 一定要加个空白 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查Name Name的部分的话就等于 等于 OK 然后呢 跟着一下 先用Vit Vit函数 因为我们一样 有那个Booking ID 所以我们用最近使用过的Vit函数 那查的话 查这个ID 去哪边查呢 就是去刚刚F3 有带出来的 就是Booking 这里面去查 那这里面的话呢 你会发现 Booking它的第一栏 基本上 反正Vit函数呢 它的基本规则 只能查第一栏 如果你要查别栏不行 除非说你要用那个像 新版的好像2019年 Office 365 新的版本 那就会有一个所谓的 这个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特别注意 插入环数里面的话呢 在那个所谓的查询 你参照 最下面 本来应该是V的环数 但是它增加了一个X Lookup 那这个X Lookup 特别注意它就可以传回什么呢 它可以比对的 就不一定 只能够比低一个范围 你可以低一个栏位 但是它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你一定要用最新的版本 那一般人 如果你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 那当然也不能用 所以 是不是 七一你一定要买新版本 所以如果假设 我们现在 没有用最新版本 我们用以前习惯的方法 那用V的函数就OK了 那一样啦 第一个查什么 查ID 去哪边查 去那个booking里面查 那它比一定是比 第一个栏位 那我要带第几个栏位回来呢 诶 它的Name有两个诶 那我们基本上看一下 它在第几个H跟I 所以我必须怎么 先把H的带回来 再加一个空白 再加I 所以喔 这个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所以呢 我就把第八先带过来 那比对方式一样是完全比对 然后按确定 Rom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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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按确定 那就过来 然后再来后面增加一个end 然后空白 空白的话就是双引号空白 再一个后双引号 然后再end 然后再查第九栏 那其实呢 不需要重新做啦 因为前面这个公式 你就直接贴上 然后呢 只要再把第八栏 改成第九就可以了 那这个surname就过来了 OK 打个勾 那这样就查出来 所以这个人 它基本上 它住这个编号就是这个人 OK 然后向下填满 那如果向下填满 你们只要没有看到什么 紧NA的讯息 那表示 你的ID是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出现是紧NA 那表示 你ID这个应该 前面这个booking的ID 公式应该是有问题 那你可能要修正一下 否则的话 如果两边不match 很抱歉你就查不到了 OK 所以第一个 我先把名字先把它查出来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Rune number 它入几号房 那几号房 这边有没有讯息 好像有 刚好在第六 有没有 Rune number 刚好在第六 所以呢 比较简单的方法 你干脆拿刚刚这个公式 直接再什么 再贴过来就好了 等于刚刚贴一下 然后取得第六 蓝数的话 把它改成六就可以了 打个勾 箱下填满 那9的话呢 当然就是什么 第五 减掉第四 所以呢 你就是直接拿 刚刚一样的公式 把它贴就可以 等于什么 贴上 然后呢 把第五 所以第五蓝 把这个公式里面的 第三个参数 里面的数字 改成五 然后再减掉什么 第四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四 五减四 那就是check out日期减 check in日期 三万 ok 向下填满 那比较麻烦的 应该是这个price price 因为呢 它需要的部分是什么 应该是 那个看一下 hotel里面这个 price在这里 那前面一定要说 缩写加一杠 再加一个roon number 就可以查到后面的东西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 需要先产生 缩写 加上它的roon number 那这个地方有缩写 所以可以先怎么样 先插入一个laps 前面三个字嘛 所以用laps 然后呢 取前面的编号的前三个字 这个的三个字 然后呢 再end 串接 它的roon number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查到 它的那个什么 它 那个 叫什么 look price 这里面的这个 叫lookup 那再拿那个来比这里 就知道后面的 ok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 再把这个公式减下 再插入一个 叫Vero函数 刚刚最近使用过的 Vero函数 然后呢 把刚刚的公式贴到 lookup value 找这个 去哪边找呢 F3 找到有一个什么什么price 应该是lookup price 这个 就在这里 然后呢 里面的话 基本上呢 比一定是比第一栏 把第二栏的资料带回来 所以第二栏 输入2 那要不要 找接近的呢 不要 一定要一样 ok 输入0 然后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呢 价格就出来了 后面呢 所有的价格 通通都显示 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那表示你前面 应该都没有做错 然后amount的话呢 就等于什么 把这个 乘上 这一个 这样打个勾 这样的话 价钱 就 全部完成啦 ok 那这个做完之后 其实将来可能比较会 常会用到就是 透过编号 假设啦 我希望自动带出来 什么叫自动带出来 各位待会可以练习 就是把bill list 再按Ctrl键 拖拉 到右边 产生一个叫bill list 刮车 刮车2 然后请你把底下的资料 先删光 就是 游标放在A2 然后Ctrl-Shift向右向下 把它delete掉 那我如果希望 第一个 这边假设 变成一个下拉清单 那下拉清单的来源 就是从 这个bill list里面 它可以怎么样呢 就是 它会有个清单 可是目前没有清单 那怎么怎么做呢 你可以从 资料里面有一个 所谓的 资料里面 它会有一个 所谓的资料验证 特别注意哦 如果我要做一个清单 资料验证 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然后呢 我希望呢 这里面呢 能够变成一个清单 那资料来源的话呢 就是帮我去抓到bill list里面的 从哪里呢 从那个ba2 一直cntl shift向下 就是这个范围 帮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呢 带过来 那你会发现这边就有个清单了 ok 清单 那你如果选一个 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如果我今天我要查什么 比如说我要查这个编号 它就自动帮我把后面的资料呢 全部自动带出来 这个我发现蛮多人很有需求 就是说呢 我如果选了一个清单的编号 自动帮我把后面的资料 自动带过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那不过你会发现喔 这个做完之后 底下这个就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下拉 那如果你全部都要下拉的话 那记得喔 你可以讲 第一个喔 要先把 就是bill list的瓜糊2 这个a2cntl shift向下 你必须要 假设你全部都要做下拉清单的话 那你变成你一定要全选 然后一样再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去找到 一样把这些全部变成清单啦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把这个范围 通通变成下拉清单的话 那记得喔 第一步先把它选起来 cntl shift向下 第二步的话呢 再到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在这里啊 ok有点像一个 禁止符号喔 然后呢把这边呢 全部都改成清单 那来源的部分的话呢 就改成 这个切到bill list里面的a2cntl shift向下 那或者另外一个方法啦 如果这个来源喔 你将来假如要 改成那个什么呢 改成一个定义名称也可以啦 比如说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先把bill list的a2 cntl 也许叫什么 叫booking id 这个名称不晓得有没有 如果没有 我们用这个 这边有booking id 那我们假设这个范围好了 cntl shift向下 这个名称也许叫bill list 然后这个范围呢 就是先把它选起来 cntl shift向下 这个给它定一个名称 叫做bill 叫bill好了 ok 叫账单 好 然后呢 我们有这个名称之后 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再到资料里面的 这个资料验证 然后你就选清单 那来源的部分的话呢 就按F3 这里也可以F3 然后把那个bill 选起来之后的话呢 也就是你就把那个 范围的资料呢 带到这个清单里面 按确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呢 就会变成什么 下来清单了 然后会把什么 前面那个bill的清单带过来 那另外你点下面这个 它一样会显示出 刚刚那个清单 ok 所以你会发现 因为我刚刚有全选 所以呢 这个范围里面 全部都会变成清单的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好了 刚刚一下讲太多 把重点带 第一个 这个是 把name 就是bill list 先把这个几个 先查出来 那查完之后的话呢 把bill list 再按Ctrl键 拖拉 然后过来 然后把资料删掉之后的话 再试着看看 建立那个下拉清单看看 ok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